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卧槽喵政治 我是卧槽的总编萌萌 我是卧槽的范 卧槽喵政治呢,就是要帮助各位政治新手 能够很快的喵一下台湾最近有什么重要的政治议题 我们已经连续两个礼拜讲了稍微比较严肃的政治议题 一个是228事件嘛,一个是上周的转型正义资料库 没错 那我想说我们可以讲一点当代的事情 现代现代 在3月2号的时候已经公告我们这一届立法院第一会期的委员会召委 那这一届是第十届 我看到这一行字的时候 我觉得有些bug 我需要处理一下 第一个bug是第十届 为什么是第十届吗 对啊,你不觉得很奇怪 我国中高中毕业的借数都比第十届还要多 那一个国家的立法会 为什么只有十届而已 为什么只有十届,很奇怪啊 因为理论上我们现在比如四年选一次立委嘛 所以这样算应该怎么算都不会只有十届而已啊 四十年也很奇怪 所以你就要回到很久以前的股市 范你知道我们第一届立委有当了多久吗 你这样一问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就历史课本上好像有万年国会这四个字 没错 他当了很久的意思吗 我们第一届的立委啊 从1948年当到1993年 当了45年 好长哦 当了快半世纪 所以到底等于是后来的借数啊 从1993年才开始算 所以算到现在现在才第十届而已 那原来是那么小的原因 怎么说这很重要呢 这第二届开始才算是在台湾真正普选 开始有代表台湾人的立法院 哦,所以是第十届 了解 那这样子我刚刚有讲到说是第一会期委员会 对,那第一会期代表会有第二、第三、第四 对对对对 你可以把那个立法院的会期啊 其实跟大学很像 嗯 大学是四年 大学念完四年嘛 然后会有上下学期 那立法院一样 一届是四年 然后一样会有上下会期 会有第一会期、第二会期、第三、第四 然后也是八个会期 这样一学年就是两个会期 没错没错 然后中间我记得有寒暑假对不对 对对对 跟大学生很像会有寒暑假 所以现在是等于是他们第一年的上半会期 所以就是第一会期 那这样我可以想象说 他们每四年都要接受一个大考 像是投票 然后再重新分发回来这个立法院 再读一次数的感觉 嗯 那立法院如果是一个学校 那里面其实就要分班 对 那分班很有趣的是 在我们的立法院里面其实有八个委员会 对 会有八个不同的委员会 你要不要介绍一下这个每一个委员会 都有他的专业跟他监督的对象 嗯 好 那我们 我们这个要很快来念一次哦 我们八个文会分别是什么呢 有内政委员会 还有国防外交委员会 还有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文会 司法法制委员会 交通委员会 教育文化委员会 财政委员会 最后是经济委员会 哦 大家都记得了吗 等一下会考哦 哈哈哈 反正就是八个啦 对 等于是大家 你考进来 哇 这个立法院的这个立委们呢 会分配到这八个文会里面 不过我们立法委员选上了 那他自己是有什么目标 说我一定要进到哪一个委员会去监督吗 你知道怎么去选吗 还有他自己可能有兴趣的 是可以这样吗 像小党啦 小党会用抽签的来决定抽到哪一个委员会 那大党的话就是党内会自己分配 然后分配说哪些委员去哪些委员会 这样子 那大家有特别想去 有没有比较受欢迎的委员会 所以有些委员会就会特别抢手 像是经济委员会啊 交通啊 或是社福未还委员会 为什么 因为像前面两个 像刚刚讲经济和交通嘛 这两个委员会就是因为 他们可以做比较多的那种地方建设啊 地方建设就是人民才看得出来 哇 这个立委有在做事情 像譬如说交通委员会 大家最喜欢的很多地方的服务 很喜欢开交流道 我以前啊 这个从我家要上高速公路 我要绕好大一圈才上得去 要开好久 现在我家巷口出去就有个交流道 我现在到哪里都很方便 大家就会觉得 在交通委员会的这个立委有在做事情 有帮我这个争取地方福利 那我可不可以说其实是人民最有感的一些项目 其实反而就是立法委员会更关注 或是更想要去参与 因为他真的做出成效的时候 人民是最有感觉的 可以这么说 所以像另外一个刚刚提到 社福未还委员会 也是这个例子 因为像这个这个委员会啊 他管的东西很多 像劳动部或是像环保署 或是像最近很流行很红的这个卫生福利部 像这些部会还有他相关的法案预算 都是社福未还委员会负责监督负责审理 而且对民生影响也是最大的 对然后对一些劳动议题啊 对一些什么比如说食安议题啊 对医疗啊环境议题啊 都是这个委员会在关注的 所以说那个媒体曝光啊 或是人民也比较好理解 所以另外一方面不好理解就是像 司法法治委员会啊 或是外交国防委员会啊 这些委员会所审理的法案啊 预算都好像离人民比较远 比较难分看比较高 但其实也是很重要 对啊所以也是很重要啊 相对来讲跟生活的距离比较遥远 所以抢手程度就不大一样 有些人就会想要去抢 就刚刚讲到那几个热门的委员会 那要怎么抢? 所以啊他们如果有些人抽到一些 不想要的委员会的时候 他们也可以想办法去跟别人交换 哦对刚刚提到说小党是用抽签的 对对对 那我记得有其中一位委员 他也是抽签抽到了他不太想要的 对所以因为像有些人 虽然喜欢这些热门委员会 但总也有人会喜欢一些 比较冷门冷屁的委员会 所以像这次那个那个Freddy、林长佐 他就抽到了一般人觉得很喜欢的 社福未还委员会 但是他其实想要去的是外交国防 那怎么办? 没关系 因为他的那张钱很抢手 他就去跟别人讲 我想要到外交国防啊 谁要跟我换啊 很快大家一堆人想来跟他换 因为大家想要去色谱未还 不想要去外交国防 所以就很快的换到 这个外交国防委员会 这听起来就有点像 每个立法委员 他自己对自己专业的布局 是不太一样的 那Freddy他是在上一个会期 一直都是在 对他上一届 上一届四年 也都待在外交国防委员会 所以他可以继续在国防上 国防的 这个议题上 对啊就继续生根 而且这样也不用 额外做更多其他功课 比较熟了嘛 就想继续待 但是我们作为人民 应该也乐见说 越了解这个议题的人 越在对的位置上 他才能做更好的监督 对不对 对啊当然啦 就是最好是能够 在每个委员会 都培养很专业的委员 这样子 因为立委就是要 监督行政部门嘛 他如果越专业 就能更有效的去 不管是 盯法案啊 预算啊 还有监督各种行政措施 那我想说 我们要不要再介绍 一两个委员会的项目呢 对啊 因为其实每个委员会 都有各自负责监督的行政部门 像 不会有些人特别的 像我来问一下范 陆委会 陆委会 就是主管这个两岸事务的 这个行政部门 OK 你猜他是由哪一个委员会 负责监督的 我有选项吗 好 第一 外交国防委员会 第二 教育文化委员会 第三 内政委员会 我觉得两岸关系 应该就是国家之间的问题吧 真的哦 所以我会 我直觉上会觉得是国防外交 好 恭喜你 答错了 答案是内政委员会 没错 因为依照这个 我国宪法这个对岸还是什么 这个沦陷区 这个大陆地区 是我国领土 对 所以是内政 是由内政委员会监督 不是外交部门 对 所以我们现在法治上面 还是有些问题 因为我们不管从宪法 或是一些法律的关系 让我们有些体制结构 还是有点怪怪 听起来就怪怪的 有bug 有bug 没错 没错 大家要修法 那刚刚我在念那一条新闻的时候 他是公告了赵伟的名单 对 赵伟的全名是召集委员 对 不是那很紧张很召集 是那个召唤的召 那个收集的集 召集委员 有点像是每个委员会的主席 选班长 选班长 然后一个委员会是找两个 对会选两个班长 那他们的工作 跟他们负责的项目是什么 他们的工作 其实这听起来好像 当会议主席 听起来没有什么了不起 但其实他们的权力 或影响其实很大 因为他们可以决定 我这个会议的议程 要如何安排 还可以决定 这个议事的程序 要怎么进行 有举例吗 好 比如说 他怎么决定议程很重要 比如说 我如果 大家如果现在关心 武汉肺炎的议题好了 那 这个委员会的召集委员 他可以偏偏 他如果想要故意 这个不想让大家讨论 他就永远不排 讨论武汉肺炎的议题 他永远就排其他有的没的 这样大家就永远没办法在这个委员会讨论这个议题 因为他权力很大 你可以这样理解 所以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比如说他可以掌控议事程序 议事程序指的是 所以比如说 他可以决定什么时候 要针对 比如说讨论法条 讨论到一半 他可以决定说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讨论太久了 我们现在开始投票决定这条法案要不要过吧 所以他就算 他其实是少数党 他可以就是 他当主席的时候 看一看说 现在台下的 我党的立委比较多 他党的立委可能去上厕所 或去抽烟不再会议事 我就在 我们的人多的时候 突然宣布说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投票 然后某些法案条文 就可以很快通过了 可是我觉得这样听起来 赵薇有点太自由了 没有就最标明是跑去上厕所 要小心这个随时可能会投票 不要乱跑 对 因为对我来讲 听起来好像不太合理 就是赵薇他拥有的权利 他可以利用这个职务之便去 决定一些重要议程 或是他自己想关注的议程 要不要投票还是怎样 所以这样让我觉得 人民的监督其实蛮重要的 对所以 卧槽为什么要直播立法院在干嘛 就是要让大家看 这些让立委也知道 人民其实会关注他们在做什么 你在开会的时候都在干嘛 像之前就有一个立委 大家可能还记得 黄昭顺 他在当主席的时候 有一次他就想要利用 刚刚那种方法 他就开会开到一半 就宣布就说 我们先休息 然后就跑掉 结果后来被发现说 他跑去立法院去洗头等等 他就想要趁 就是其他立委不在的时候 再回来 然后宣布哪些条文通过 对 所以 像他这次就没有选上 因为人民看到了 对 人民看到说 他这样做不对啊 就是应该 不是一个好的行为 所以选票 或是 然后或是在会期中的监督 也可以作为 反制他们的手段 因为赵伟 他虽然乍听下来 他很自由 他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可是他同时 还是要去兼顾他的选民 也就是 人民对他的看法 因为他可以在这个会期乱搞 但是他可能下一次 对 你就选不上了 就没有办法选上 对 监督很重要 那某某你对这一期的赵伟名单 有什么属于你专家的观察吗 不敢说专家 但是我觉得有个有趣的人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大家知道 有一个立委叫做 中国国民党立委 叫陈玉珍 他这个之前最红 最popular的市集就是 去外交部抗议的时候 夹到手 是他故意的吗 就有人说是 有人看到画面是什么 黄兆顺把他手塞到门缝里 然后夹到尖叫 然后后来还住院等等之类的 然后他还有另外一个市集 其实也是值得注意 就是 他在政论节目有次讲说 什么跟中央争取什么事情 就别人问他说 什么中央 还有说北京 就是中国政府的中央 然后他又吓到说 这个人怎么那么夸张 结果中国国民党居然让陈玉珍 当内政委员会的赵纪委 你刚刚前面不是提到说 内政委员会是管两案关系的 可是陈玉珍他把中央称为中国 对中国那边称中央 所以也觉得这很懂 那他主持的这些 那他是赵纬哦 他是总负责人哦 所以陈委会这些相关的 什么预算啊 法案的这些监督 可能都要经过这个 他当主持的这个内政委员会 你们觉得很刺激 是不是应该好好监督一下 多几双眼睛来监督 对对 大家一定要帮我们注意一下 收听收看或找直播 OK还有哪位呢 我觉得还有一些 那个立委 就是大家在选前 大家都很注意的一个 中国国民党的部分去立委 叫吴思淮 大家因为 他是退役将领嘛 结果却去那个中国的人民大会堂啊 去听习近平听讯 还这个听中国国歌起立地证 还会在中国的一些节目上 讲解这个解放军的战略如何运作等等的 所以大家很担心他会去 外交国防委员会 那还好啦 对好险 对啊 因为后来他只有去到那个 社福未还委员会 但是不要忘记 其实社福未还管的也非常非常的多 没错没错 所以像大家现在关心那个什么 健保健保这个相关的法案啊 也会在社福未还会审查哦 所以也不是说就是到了哪个委员会就没事了 大家都要努力的去监督去看 我觉得你这样听下来突然让我有点后悔 当时投票的时候 没有再更认真一点 应该说应该说我会 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立场 然后想支持的对象 但是我这样听下来 我觉得如果我能早点知道说 我派我送进去的立委 他可能会影响到什么的话 我应该要花更多时间去了解 这些立委他背后的一些强项 或是他专场什么 或是代表的立场 对或是我想关注的议题 我到底能不能送这个立委进去之后 他能够帮我去争取 对啊 因为其实每个委员会都蛮专业的 你真的你要送一些奇奇怪怪的人进去 真的很担心 而且每个位置都很珍贵 对啊 因为你看100 选出113个立委 你分到八个委员会里面 其实一个委员会就十几个出头而已啊 你每个人有一个很混的 就浪费掉了 我突然有一股毛骨悚然的感觉 就是2300万分之113 竟然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命运 选出来谁很重要 你真的不能乱投 大家对 我没有乱投啦 四年后还要投一次 真的现在开始提醒大家 你现在就要开始看这些立委的表现 你下一次还要不要投给他 我现在能够补救的是我要非常的关心 对 立法委员现在的状况 没错 到底是怎么样 而且就是可以 其实可以听我们的那个卧槽的节目啊 或是看我们那些卧槽一些报导 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立法院的游戏规则是怎么运作的 可以更有效的去监督 然后我觉得你要尽量去表达自己的想法 因为其实现在立法委员他们也很重视就是在网路上的声量 对 他们如果做的不好 放心 赶快去留言给他们 让他们知道他们做的不对 然后他们可能就会修正他们的做法 那今天特别解释了立法院里面的规则 其实是想要让大家知道说 你在看立法委员或是立法院怎么运作的时候 你要了解那个游戏规则 对 就跟你看球赛的时候 对 你看棒球的时候你要看懂 看懂的话 你必须要了解游戏规则 这样看起来才会更有趣 才可以内行看门道 对 对不能只是看那个球员帅不帅 糟糕糟糟糕 那不重要其实 球技还是比较重要 真的哦 真的真的 好险 不要政治不正确 谢谢大家今天收听莫槽妙政治 然后我希望说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一些 觉得政治很难懂的人 更了解我们的立法院的运作 其实没有想象中这么难 嗯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订阅我们的脸书 IG 然后订阅我们卧槽频道 打开小铃铛 之后我们应该也会在podcast的平台上 像广播的平台上上线 没错没错 对 所以大家就喜欢我们的内容的话 千万不要忘记一定要定期定额 支持我们做更多更好的内容哦 那我们下礼拜再见咯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